强调在全国范围内,30%的家庭尚未填写完成人口普查, 且由于技术不足,包括加州、华盛顿州、俄勒冈州、内华达州与夏威夷的华人社区 在接下来的10年中都可能会面临到无法获得足够联邦资金与国会席位的风险。 因此,2020年人口普查十分重要,亚裔社区中的每个人都应该在9月30日之前被统计在内, 为自己和社区做出贡献,争取公平权益。 而为了缩小包括华人社区在内,亚裔美国人在回复率上的省与差距, 人口普查局将从本周开始推动2020年人口普查亚裔行动州。 活动特别找来公民参与团体、社会服务提供者和电子商务品牌等超过30个组织和20位著名人士 来针对难以统计的人群,包括有中文语言需求的人群、经常出行的年轻人、 婴幼儿以及50岁以上的人群,鼓励回复人口普查。 另外,持续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影响,人口普查局也会做出相关调整, 例如,所派出的人口普查员将会经过公共卫生的专业培训, 并且在进行访问时穿戴个人防护设备。 观众参与人口普查,可以通过线上邮寄、电话或与人口普查员交谈等方式。 查询更多详情,请上2020人口普查官网或拨打普通话热线844-391-2020。 东斯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。